人活在世 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是他永远不会缺席 你们干着这种昧着良心的事 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郑老师 这就是我没良心的孤日假 走 保持情绪啊 您一会儿别激动 行行 来走走慢点 有人吗 出来 这是我请的老师 来来来 你又来了 你老东西我上次没 怎么着 为什么 为什么不来了 你不可以逗手 你不要动手 你不来干嘛 你不要吵 来来来 你去干嘛 我们今天解决问题的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名法副老师 我姓郑 今天过来啊 我特意特意受你岳母的委托 来给你协商啊 在两个月前 有什么时候可以协商的啊 什么啊 现在你媳妇在医院躺着呢 不协商了啊 给他交易 那个助教费了吗 你交了多少啊 你有没有良心 想要两个块钱 你们的结发妻子 那是你的结发妻子 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啊 你们面面不露 钱钱不拿 都都不要了 你交了两个年纪完事了啊 不要 我们不要了啊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 那么是我去玩 过程当中啊 你丈母娘啊 来找你要这个钱 你还把这胳膊打伤了 你要疯了你 没有办法了你 这是你摔的 来来来 你摔的 哎呀啊 你不用在这会想会白 不用在这道把一耙 懂吗 你听我把这个事叙述完 我们今天过来 不是跟你们娘俩吵架的啊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 懂不懂 咱不要针锋相对啊 在两个月前 你的老婆 五点半起床 早上五点半起床 跟你们全家人做饭 厨房没气泄露 导致发生爆炸 你的老婆全身70%面积的烧伤 面部全部毁容 紧急送往医院之后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 因为爆炸的位置 离手臂特别近啊 只能做截肢 如果截肢的话 你的老婆当时是怀孕的 对吧 如果截肢的话 这孩子就保不住命 懂不懂 如果不截肢 大人和孩子 这个命都保不住 你们俩听到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 给医院交了两万块钱之后 医院的面从此再也没露 医生没有办法 只能给你的 丈母娘 只能给人家的母亲打电话 母亲把自己的棺材本 二十万拿出来 交了住院费 救命的钱 怎么叫应该 你们不应该吗 你们不应该吗 我这一辈子也没爆炸 那是因为什么爆得上 多次让人家这个安全 安检员上门 让你们换这个 煤气的安全法 你怕花钱你不换 现在发生后果了 你选择逃避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过程当中 爆炸就是他的命 你也不用在这抢死我理 你说这话是人话吗 哪有毁龙啊 孩子没了 孩子没了人就管了 孩子没了人就管了 我要他干嘛 我告诉你 要不要 要不要你说了不管 你这个没表情 你懂东西啊 我告诉你 你不用这么浑蛋 好不好 你不用这副嘴脸啊 我告诉你们 小心 你们现在可以逃避 但是法律不允许 我爸还找媳妇呢 你们找媳妇那是你们的事 但是现在 你得先把这个事解决完了 撑清楚了 然后跟就不过程当中啊 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大姐啊 你不用嘴茶这么哼啊 过程当中 人家的你的丈母娘来找你要这个钱啊 让你上医院给这个你的老婆交手术费用 你一气之下 把丈母娘的胳膊都给打骨折了 你是个人吗 我怎么听我没打死呢 我告诉你啊 说话说人话听都没有啊 这别说是你丈母娘这 从年龄来说 这也是你的长辈吧 你在家对你母亲说话是这样吗 啊 老 来啊 我以为你挤下 你不要你不要动手啊 人家闺女人家会领过去听清楚了 但是该谁承担的责任 你要承担 你以为你现在逃避就没事了吗 我告诉你一句话 跑到了河上你跑不了庙 你今天可以躲一时 你能躲一世吗 这事你早晚都要解决的 解决他妈什么也解决 我现在都想跟他离婚了 都长得很逼啊 回来那么恶劲我妈的 你说这话是不是人说啊 你说这话你笑得要不要脸 他就似乎了 连床都起不来 妈呀 我赶紧给我离婚赶紧滚啊 你不用那副嘴脸 我告诉你 人家现在这样是因为什么 人家因为跟你们全家做饭造成的 因为你不换房门造成的 懂吗 懂吗你说骗人的 你说怕挖钱啊 你不用在这抢私多礼 懂不懂 不是说这个礼 你们在这狡辩 你们就有礼了 听清楚了啊 法律可不管这一套 我告诉你 既然离婚 就你不说离 人家也要给你离婚 就你这样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早给你离 早利索 另外离婚可以啊 离婚财产必须要分割啊 你听我把这些说完啊 弄了你 分不分的分不分的 你说的不算是谁的 你说的更不算 有法律说的算 知道吗 啊你们婚前 你的妻子婚前有20万的存款 对吧 可就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之内 你把这个存款 你知道密码 你转到你的名下了啊 你不是这样干的吗 就是我们家钱 你说的算啊啊 你说是你们家 就是你们家的 那我们家 我告诉你啊 人是你们家的 但是人是婚钱财产 懂吗 你凭什么私自转到你的名下 那就是我的 住院费 你不交啊 钱你转到你名下 由于你这样干事的吗 他来我家以后 他能挣的钱 没有我挣的多 就你这种混蛋的行为 都是我的 你别管你挣的多与少 就哪怕人家一分钱 你别说人家上着班 就哪怕人家一分钱都不挣 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这钱都是你挣的 你们俩在分割 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 也要平均分割 懂不懂 另外现在这种情况 不能是平均分割了 因为你老婆现在面对这种情况啊 你们不管不问 医院你们连看都不看 只交了两块钱 你们是个人吗 是不是交钱了 手送费用全下了七八十万 你交两万够用吗 我都拿出了二十万的 你交的啊 来你不用管他呀 你不要老往前凑啊 来来来 想让我骂个人 来来来来 不往前凑 来啊 你不用跟混蛋似的 老往前凑 懂吧 你要吃人吗 我要打的 今天来啊 怎么着 疯了 你没有办法了 打这个打那个的 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个责任 一会儿我再给你算啊 你听清楚了 人做任何一件事 都要为自己的 为自己的行为所负责 你该承担的责任 你必须要承担 这是法律上规定的 来啊 咱们先说离婚这个问题啊 刚才我说了 夫妻婚前 你的妻子在婚前 有二十万的存款 这存款你必须要给人转过来 还有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一共五十八万块钱 对吧 五十八万 结合正常来说的情况下 应该是平均分配 正常离婚的情况下啊 因为你现在你的老婆 在医院躺着 又是这种情况 你们这种行为 再加上你们这种行为啊 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不是平分 五十八万的夫妻共同财产 其中有四十万 必须要费你的欺负 你妈 他怎么又要五十万 来来来来 你爸夫妻变我 你爸夫妻变我啊 你爸夫妻变我啊 来来来 咱抱着就好 你拿着婚姻赚钱呢 来来 你不要一提到钱 你就这个德行啊 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明确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所有的工资 奖金劳务报酬等 这些收益 都属于夫妻二人 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另外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 也同样有明确规定 离婚时 如果一方身患重病 或者生活困难 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 应当给予适当帮助 这个在法律上 是完全认可的 完全允许的 懂吗 我怎么不认 不认这个啊 你认不认 没关系 懂不懂 我今天跟你说 不是为了让你认 你听清楚了 我是告诉你 今天来的诉求 其实很简单 要么离婚 离婚分割财产 要么你到医院 把这个医疗费用 给人出了 听懂没有 做梦 这是你的责任 负了不离 钱我也给不了 我就那么拖着他 怎么着 找混蛋了 把死席啊 爽不要脸啊 我也拖着他 能把他拖死啊 等他死了 我怎么再说 你不要往前凑 我告诉你啊 你听清楚了 法律 没有这样的空子 让你可钻 根据我国刑法 第261条相关规定 夫妻之间 是富有相互抚养义务的 对于患病 或者其他 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富有相互抚养义务 而具复抚养的 情节严重 可以判处你 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这叫遗弃罪 你知道吗 你不要吓我呢 你可以当成我吓我 你不要吓我 你有钱给你付钱治 你就治 不能治 你都让他去死啊 你个死好在哪 你别那么当我 不要这样 我告诉你 你告诉你啊 这么多谢 你可以 好吧 那不行 为了你们 来 你们不用在这嚣张跋扈 听懂没有 中国还是有法律的 不是你们再嚣张来嚣张去就可以了啊 拿走你干嘛 不行 咱们就直接报警好吧 报警 你看看啊 我能不能把你送上法庭就完了 你个妈还想 什么叫这点钱啊 你一点点都没有 你出车了吧 你跟你不想这会行情 你不要老往前冲好吧 不要老往前冲 听清楚了啊 在接下来 既然你们这个态度啊 这么顽固 明顽不灵 那咱们就只能打电话报警啊 你看看 来了之后 警察能不能把你带走就完了 你不觉得你有理吗 你别跟我一起 我给你 我给你 我这有没有意义 那是人没有 我这这一生都要你们给你回了 给咱们就抓紧好不好 都没有 我两个人扯了 赶紧给我看 给你们 把手机拿出来 让我看你的啊 一家了 他跑我这扩钱来了 来把卡找出来 哪个哪个银行卡 抬了你 抬你呢 哪个 哪个 中行 中行 啊 中行 直接转这个卡号上 没讲话 行了 不换卡号 你现在别说那话啊 你现在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你这个当婆婆的 是因为你怕花钱啊 你说是骗人的 不换 不换这划门 懂吗 你这要音小失大 让你找个教训 看好卡号啊 别说错了 一共是62万 一分年不能少 什么玩呀你 娶媳妇 他妈就死了我们 你现在先不说那话啊 你现在别说那话 什么叫娶媳妇 你也当不媳妇啊 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 我告诉你啊 说话 都是女人说话有点良心 我不行 哭你知不知道 这都行 你这都行 出来啊 你说话说人话 我告诉你啊 赶紧把混合理我啊 钱给你了 来啊 现在应该收到信息了啊 但是前面 你倒玩 你不要碰我啊 我告诉你啊 刚才说了啊 这个婚是一定要离的 等你老婆出院好了第一时间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啊 你们直接到民政局 到民政局去领证 另外 我最后给你一个忠告 人活在世 举头三尺 有神明 是非公道 自在人心 正义可能会失道 但是他永远不会缺席 你们干着这种 昧着良心的事 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走走走 你们就耍混蛋啊 走走走走 朋友们 人活于世 举头三尺 善恶有茶 大丈夫行走于天地之间 当秉持正义 敬畏神明 尊重人心所向 如果您也有经济纠纷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可以找我来聊一聊 lock 靠赛 Просто